縣議會定期會總質詢時 縣議員肖志全質詢有關南投燈會事宜 縣長林明珍表示 南投燈會以川連及其支縣沿縣鄉鎮為規劃方向 並實地會堪沿以花燈設置場地 目前民間鄉多次表達設置副燈區議院 縣府會徵詢參山風景管理處協助議院 如該處統一協助縣府會著手規劃 而議員建議在水里車程設置副燈區 高翔與沿線規劃方向一致 縣府將積極和日館處協商 如該處統一協助 縣府也會全力規劃 吸引賞燈人潮 帶動地方繁榮 民間鄉 鄉長一直在積極爭取 希望民間火車站也能夠設置一個燈會場 我想他們民間鄉有這麼 鄉長有這麼積極想要來住 我們在協調山山風館處 是不是他們願意配合 如果他們願意配合的話 我想我們可以來把這個民間火車站 再規劃納進去 另外為了地方的發展 為了地方的需求 我們還是在慎重的考慮 如果車程水里火車站不坐 車程來坐的話 那麼日館是願意來配合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計畫再扣大 把它納進去我們今天的藍頭燈位裡面 所以我想我們藍頭憲政我是說用心 要來促進地方的發展 我們希望地方的行政所長也要多用心來配合 另外針對議員關心中西國中棒球隊邊辦議題 林縣長表示中西國中棒球隊 僅加爽成情 在考量課程安排和集中訓練所需之下 實施縣府教育處維持現狀 目前教育處也積極向體育署爭取開辦二三年級體育班 以立後續棒球項目發展 同時也呼籲教師團體 以努力於提升教學品質 協助教育工作順利推動 我們要培養這個棒球的人才 一定要多加訓練 那麼要多加訓練 如果沒有集體訓練的話 三兩三個人要怎麼樣訓練 你沒有辦法訓練 所以我們就決定中西國中的棒球班 就維持原來的這種體制來繼續上課 來訓練中西國中這些棒球隊的家長 當時要把它拆散 他們反應非常的劇烈 所以我縣長有擔當把它承擔下來 所以我們希望這種 到建材院去存錢的這種協會 希望你們為了我們的教育工作 希望你們都能夠佩服 另外有關爭取中央經費 增設記憶班 輔導學生實行發展 培育農業及技術人才議題 教育處長彭雅玲表示 目前記憶類學程分為六大類 十五職群 各校會議師資和設備規模 開辦適當的職群課程 未來該處將與學校討論 研議開辦更多記憶班可行性 並積極爭取經費來推動 讓更多的孩子 能在記憶領域上順利發展